今天呢 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这例子呢 假设大家觉得太简单了 有这个反应的话 我们在想办法再找个比较复杂一点点 我们来假设 我们这边有一个 碗的形状 它是个半圆形 但是呢 事实上我们要针对的呢 只有一半的碗 四分之一的碗 OK 我们要考虑的呢 只是这一片而已 我用黄色的把它画起来 假设呢 这一片上面有带电 这个带电量蛮均匀的 那因为它只是一个碗嘛 所以非常简单 那我们知道这边半径是A OK 这边半径是A 那假设这是它走 垂直的走 我们想请问一下 在垂直轴上面啊 有某个点 P点 它的电位是多少 假设呢 这个垂直轴呢 它距离下面啊 是L 小L 半径是A 假设这个东西 有个均匀的带电 密度 面密度 等于一个constant 那么请问一下 这一块 对这一点 所产生的电位 大概是多少 这非常简单嘛 对不对 普通物理都已经算过了 那我们再来思考一下 它怎么算 简单一件事情 先把电位的定义写出来 4πf0分之1 q除以r 这个是个 单点的点电荷 它距离它旁边 一个r的位置 所形成的一个电位 那我们这个 又不是个点电荷 我们这个是个面 对不对 那这次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 很简单嘛 我把面切成n块 每一块跟个点电荷一样 差不多就好了 然后把它加起来 对不对 这个idea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说 把它切成很小很小块 要比delta再小一点 就变成我们的d了 就变成dv 它就可以写成为 dq出以后 然后把每一片 每一个小块的v 统统加起来 也就是说最后的v 会等于什么 统统把它加起来 就是了嘛 积分就是把它加起来 就这么简单 OK 你要做的只是这样子而已 那现在只有一个问题 怎么建构 这个一亏选 建构完了 事情就解决了 现在剩下的是 积分不会积 你回去复习一下 怎么积分 这边不会做 那就复习一下 这边怎么做 事情就解决了 对不对 你把它分开来之后呢 就变得很简单了 好 那我们现在怎么做呢 就根据我们上一次 在计算这个 转动惯量的时候一样 我们那时候是把质量 分成很小块 现在只是把电荷 分成很小块而已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想问一下 dq 会是什么东西 什么叫dq 我们怎么分 这一看就知道嘛 球对称嘛 我们当然就用球坐标的方式 来切啦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怎么切呢 假设我从这边拿切一段 切这么一小块 它怎么切 我完全遵照球坐标的切法 我拿一把刀呢 对着圆心点 然后这样子把它切下来 是不是相当于 我这个地方好像 是这样子切 对不对 我这样切了两道 然后最后呢 一样是拿着一把刀 以水平的方向顶着圆心 这样子slice过来 对不对 然后呢 另外一个呢 也是顶着圆心低一点 这样子slice过来 所以我就切下来了两块 那这个不就是它的 一小块吗 那这一小块 跟我的q有什么关系 当然啦 我们都知道 我们可以透过密度 密度是总电荷出一种面积 假设它是常数 这边当然要先假设 比较简单的 比较好做 假设它是常数 那就很简单啊 你把这块的面积 乘上sigma 不就等于dq了吗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嘛 sigma乘上dq 总是sigma不是常数 它有个 不 乘上个da 它有个分布什么的 就照写嘛 好 那现在紧接着另外一个问题 假设这个知道了 那这个又是什么鬼东西 对不对 那很简单啊 再分析啊 不就好了 我们不是有条线是这样 这是什么 半径嘛 因为这个是个圆球壳而已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沿着theta的方向往下切 它是不是从这个地方 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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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到这个地方 对不对 当然我 我这块可以选取任意的地方啊 我现在只是先画在这边 版面比较干净一点 那你告诉我 这个 是什么 theta角嘛 这是 在圆球坐标的表示啊 那 这个角度是什么 dtheta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这个圆弧状 是等于什么 长度是什么 对 a乘上什么 dtheta嘛 a dtheta 解决一边了 另外一边再解决了 两个乘起来 不就变成面积吗 长层宽嘛 对不对 小学三年级的课程啊 好那我们这个怎么办 这个很简单啊 假设 我知道 这个地方 呃 我看看 我应该怎么做 这边 画在这边 ok 我必须要知道一下 我必须要知道一下 就是说 这个的 好 先讲 反正这个是半径嘛 那你告诉我 这个是什么 嗯 我再画在下面 我再画在下面 画个 类似的东西 ok 假设呢 我们取的那块啊 是取在这边 ok 那这边是 圆芯嘛 ok 它是这个样子 但是问题是 假设这边是 C大 那这边剩下的是什么 Pi-C大 对不对 好那 我们现在来看看哦 这一段会等于什么 这一段有很重要 一件事情是 它距离轴心的距离 到底是什么 ok 距离轴心的距离 这个地方要垂直 为什么呢 因为圆球座标 另外一个 变数就是Phi Phi是在 XY平面上面 假设是这样子 我把这个叫X 不不 这个叫Y 这个叫X 那我重要是 XY平面上面 沿着XY平面 比如说这个叫做X 好 那我先暂时 这样子移动一下 那是不是代表着说 这样子的话 这一段 是Phi 那 这一段呢 是什么 Defi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这一段 是等于什么 是不是等于这一段的长度 乘上Defi Multify 现在只是这一段 是什么长度而已 A的什么 因为这一段是A嘛 这边是Sine Theta ASine Theta 就等于它的这一段 对不对 所以这一段呢 是等于A的Sine Theta 所以这一段就等于 A的Sine Theta 乘上Defi 是不是 两段都有了 那就把它乘起来吧 非常简单啊 所以有A乘上A变成A平方 一个Sine Theta Dtheta Defi A解决了 它已经转换到坐标系统 好 现在紧接着 什么是R R指的是 任何一个点 距离它的距离 你感兴趣地方的距离 对不对 现在很幸运的 它刚好在轴上 不是在轴上就比较麻烦了 对不对 在轴上就比较简单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段距离 这个就是R 无论你这个位置 在任何地方 它距离 圆形点的距离 都是A 不管是怎么样 这个距离 上面的这个 比如说我的Y在这边 距离这段距离 都是L 中间是C的 那用余权定理就可以了 R的平方 是不是等于L平方 加A平方的 再减掉两倍的 2A 两倍的A 乘上L的cos theta 对不对 余权定理就告诉我们 这件事情 那既然是平方 那干脆把它 直接做成根号 所以它一定是A平方 再加上L平方 减掉2A L的cos theta 是不是 解决了吗 这个余权定理 大家知道 你要是有两条线的长度 这个叫做 M 这个叫做N 管理372C 假设这个是theta 那这段等于什么 这段就等于M平方 再加上N平方 减掉2M Ncos theta 开根号 对不对 余权定理 那这个也知道 这个也知道 可不可以把它带进去 再带来这边 答案就跑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通过把它带进去 V 是不是就等于 OK 这个积分嘛 对不对 我们先看看这个会变成什么 4π 常数啊 管它了 先造型 4π 0分之1 DQ DQ就这一串嘛 Sigma A平方 Sine Theta D Theta D5 除以 R R就这一串 A平方 加L平方 减掉 2AL Cosine Theta 的1分之1次方 然后积分 你有两个 小单位 当然就两个积分 现在只要把上下线 决定了就好 假设是先积Theta Theta怎么积 这代表我们切的这个呢 我可以从这边 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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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切切到底部 假设从这边开始切 非常非常靠近这个边界的时候 你告诉我 这个时候它角度是多少 多少 多差 这边的角度 假设我就在这个旁边呢 2分之π吗 对不对 因为我这是半圆啊 然後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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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到底下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Theta角是多少 是π 那你就从2分之π 寄到π 好 再来呢 这一块 这块我可不可以从这个地方 切切切切切 这样切过来 对不对 假设它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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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近这个地方呢 假设这边是X轴 非常靠近这个地方 它的φ是几度 零度啊 切到这边 转了90度之后 φ是多少 2分之π 解决了 剩下的纯粹是积分问题而已 对不对 但这个积分也两三下就积完了 OK 看起来那么简单 我们就把它算完 好 V呢 我们就把常数通通提出来 4πε0分之sigma 乘上a平方 OK dθ跟θ有关系的是这些 跟φ有关系的 根本就没有 只有它自己 所以可以分开来成两个 这个是sinθ dθ 除以a平方加l平方 减到2alcosθ 的2分之1次方 d5 φ是从0到2分之π θ是从2分之π 到π 这个很容易嘛 就可以算出来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根本就不用算 就等于2π了 2分之π 这个就等于2分之π 对不对 2分之π 所以它2分之π常数就乘过来 乘上2分之π 到后面这整个要积分嘛 对不对 这个一看啊 哇好棒哦 这边只是cosθ 这边有sinθ 这边有θ 那非常简单 经过变数变换 我们把sinθ 把它丢进去 不就变cosθ 对不对 cosθ的微分就变负sin 所以会插个负号 到时候补上去 把它填过来就好 所以是不是它会变成为 负的 dcosθ a1平方加l平方 减掉2alcosθ的 2分之1次方 对不对 上下线先不写嘛 到时候再跟着变就好了 所以你要积的只是它而已啊 对不对 要积它 那导入我来积全部好了 因为这边都常数常数常数 很容易嘛 那我可不可以 把它变成为 d a平方加l平方 减掉2al的cosθ 用变数变换 假设是这样子 常数微分不见 常数微分不见 这边常数微分会跑出 负2al 再加上dcosθ就变成它 所以会跑出个负2al 那我们把它除掉嘛 对不对 底下呢 就是完全一样 a1平方加l平方 减掉2alcosθ 2分之1 所以负负不见了 2al分之1 你不喜欢这样子写 你把它那个一大串呢 叫做y 底下叫做y的2分之1 这个会不会 太容易了嘛 所以呢 y的负2分之1的积分 会变成负的2分之1 对不对 oh no 负的2分之1加1的导数啊 负的2分之1加1 就变这2分之1的导数 就变两倍 加上乘上y的几次方 负的2分之1加1 变成y的2分之1次方 所以会等2al 乘上2分之1 不乘上2 y的本来在分母线 跑到上面来 这一大串我造写 上下显示 2分之π 到正π 不就解决了吗 消掉消掉 把它抄上来 所以等于 a分之1 分之1 后面是a平方加l平方 减掉2al cosθ 是从2分之π 到正π 对不对 π跟π消掉 a跟a消掉一个 好吧 8lf0 8lf0 sigmaa 这边不变 然后里面呢 π带进去 π带进去 这边会等于a平方 再加上l平方 这个差掉 减掉 2al 乘上 π带进去 cosπ0 负1 减掉 cosn m之π 0呢 负负都正 对不对 加上2al 对不对 那你可以再把它 写简单一点 a加l的 刮乎平方 答案是不是跑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后面 反正后面 你建构到这边 剩下只是积分问题而已 顶多你不会做 但是从这个地方 一直下来 全部都是5 再加上一点点数学技巧 你要会建构到这个地方 基本上你就已经对了 对不对 剩下只是 怎么把它算出来而已 OK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要记住的 那任何东西 你都把它切成小块 假如说 这边是面积 就切成小面积 假设体积 就切成小体积 用什么对称 就用什么坐标 这个坐标的规则 怎么切 我们就根据那个规则 下去切 OK 你就不会出错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技巧 这样子就好了 好 讲到这边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假设没有问题 可以假设吗 可以假设没有问题吗 可不可以 怎么样 大家怎么样 都OK 需要我再讲一下的人 举手 需要我再讲一下的 好 看起来是没有 好 那我们就开始来讲 我们的第一章 Chapter 1 First Order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OK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称之为 O O D E OK 所以请大家就要记住 O D E的意思就是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OK 好 我们先从一个简单的例子开始 Ordinary And It's Application 我们一般呢 解物理的题目 大概都是怎么样 尤其要用到Ordinary 我们一定是第一个步骤是怎么样 Derive 先把方案诗写出来 Ordinary From Physical Modeling 你就从物理的模型里面开始 物理的概念开始 找到它重要的相关性 从这里面把它建构出一个 微分方程 有了这个微分方程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求解 Od的解 OK 第三个 你就开始解释 这个就是我们物理的三个步骤 常常呢 我们都是发现了 什么状况 一个 一个状况 我们就猜它可能的原因 从那可能的原因 原因里头建构出一个 方程式出来 可以是Od 可以是Pd 管它的 反正就是建构出一个数学的 方程式出来 然后呢 我们就想办法来求解 当然真实的物理系统里面 能够解的 微乎其微 大部分都很难解 所以呢 就需要用很多近视的方式 好 你一旦求到一个解 紧急着就开始来解释 假设这个解 解出来的现象 跟你所观察到的一样 那你说这个解 后面所代表的 那个物理的模型 的原因 就有可能是对的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解的方式 好 那我们来举 几个例子之前呢 我们设定两个definition 一个定义 definition本来是 definition 对不对 它写起来太麻烦了 我就把它写成def OK definition 定义 first order differential equation OK 这个是differential equation differential equation 好 它代表的代表的就是说 它代表的就是说怎么样 function 我就帮它写成f 我就帮它写成f def一点 ok 好 一阶的 微分方程 指的是 我们里面只牵涉到 一阶的导函数 一阶的导函数 什么叫一阶的导函数 就是指微分一次而已 OK 这个微分一次 这个叫做一阶的导函数 什么叫做ordinary呢 什么叫做一般的 长微分方程 什么叫做这个长呢 就代表它没有什么 偏微分 并没有只偏微一个 但是记不记得 我们之前讲的 这些坐标系统里面 讲到什么gradient啊 divergence啊 cur啊 这些全部都是偏微分方程 除非你只牵涉到一微 那一微当然 它就只跟其中一微有关系 那它就可以变成为长微分 要不然它就会有偏微分 我们几乎真正的物理问题 全部都是偏微分 所以长微分呢 是微分方程里面的 幼稚园级的 OK 我们现在开始进入幼稚园 开始不用爆尿布了 然后更进一步的呢 我们就叫做偏微分 那各位就可以开始 解释真正的问题 好 我们来看看 一个例子 应该是两个例子 OK 这么是一个游泳池的跳台 然后呢 你们把一颗球呢 放在这边 然后放手 请问一下 它发生什么事情 当然就往下掉了 它的运动方程式是什么 你怎么去描述它 它的位置 随着时间的关系是什么 你怎么去描述它 当然各位都学过了嘛 普务里面都学过 很简单的一块旋 对不对 但问题是 那一块旋怎么来的 我们就从这边开始来思考 当这颗球在空中的时候 化达一点 这个球质量 请问它受到什么样的力量 就只有重力 就只有这个重力 对不对 好 也就是说 这个的本身呢 是 就写F就好 OK 它有没有其他的力量 没有 目前没有看到其他力量 OK 好 那我们现在怎么来面对这个问题 它解答 最简单 就是牛顿力学开始 牛顿力学呢 牛顿第二定律呢 它是怎么样 所受的总外力 要等于你自己本身的变化 也就是说 刺激 要等于你的反应 对不对 牛顿力学第二定律 只不过是这个样的 怎么刺激 所有的力量叫做刺激 你的反应呢 它只有一种表示 这个就是牛顿力学第二定律 OK 好像呢 有的人很敏感 对不对 轻轻打一下脸 啊 这个叫做什么 性骚扰 马上就告到法院里面去了 对不对 我只是不小心碰到你 对不对 那有的人用力打一下 摸摸 好舒服 再按摸一下看看 每个人反应不一样 这个就是有你的质量来决定 对不对 质量很大的 你用很大的力量去刺激它 它加速度只有一点点 质量很小的 你用一点点力量去加速 它加速度可以变很大 OK 好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怎么build up这个方程式 物理里面很多时候 假设牵扯到这样比较古典的 就是刺激的你反应而已 OK 好 有了这个之后 我们现在怎么来描述 在我们这个系统里面 我目前这位运动的方向 它就是往下掉 只有这样子而已 所以我干脆啊 我就把它设立一个坐标系统 这个叫做Y 朝上叫做Y 下面呢 叫做0 OK 所以它受的力量 只有一个 什么力量呢 朝 干脆啦 我把它颠倒过来 也可以啦 反正就这样 反正它只有在Y轴而已 所以summationF 这F呢 很多种F 现在只有一个F 就是朝下的F 它是向量 但是因为现在只朝Y 我们只描述Y方向就好了 它就变成什么 负的F OK 或者是你喜欢这样子写也可以 负的FY 要等于什么 M 乘上A 上面 在Y轴上分量的加速度 就好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这个怎么写 紧接着我们知道F等MG 所以等于负的MG 抱歉 这个要这样 大家都是朝Y方向的 干脆就把这个方向 通通拿掉 那这个会等于M的什么 Y的Double Dot OK 这样子就可以了 比如说 我们现在这个是比较复杂的 D平方Y D T平方 就是这样子而已 当然 这个是二届的微分方程 你说大家都M 然后把它削掉 最后你得到D平方Y DT平方 加上G 等于D 你就得到一个微分方程 这是二阶的微分方程 因为这没有两次方微分 G是常数 对不对 你是不是建构出来了 所以你只要把它解出来 你的答案就跑出来了 OK 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好 再看下一个例子 假设我们的弹簧系统 你掉着一个东西 当然假设它不动 它永远都不动 对不对 近者横近 动者横动 它现在安静就永远安静了 所以我们也不晓得它要怎么动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拉一下 对不对 所以我就把它往下 拉了一点点 拉到这边来 所以就代表着 它会有一段小胃移量 对不对 它会这样子胃移量 OK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我们怎么来描述它 在这个时候 你往下拉的时候 请问一下 这块方块收到什么力量 一样 第一个 重力 你自己本身有个质量M 它有个强簧常数K 你收到个重力 FG 当然就等M 这个不用置疑 第二个 你往下拉的话 弹簧会往你往上拉 所以你有个弹簧往上拉的力量 F S 它等于什么 K 假设这段叫做Y 那么它就是KY 对不对 还有没有其他力量 没有了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 来写出我们的 Equation 从牛顿运动第二定律 刺激要等于反应 刺激是指的 所有的力量 作用在你身上 所有的力量 就等于你自己本上质量 乘上你的反应 加速度 目前我们只有在 Y轴上运动 那干脆 我把这个叫做Y 坐标系统 我就把它决定 一旦决定了 那就很好办 我们这个朝上的是KY 但是问题是 坐标系统定在这边不好 这样子好了 我把它定在这边 定在这边 定在平衡点的位置 那是不是代表着说 我这一往下一拉 这段Y是什么 是负的嘛 要往下负的嘛 对不对 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看看这要怎么来思考它 好 没关系 我们就先这样子好了 那我们受的力量 管它321 我们是怎么样 负 我们先这样子写 它一定是FS 因为它是朝正Y的 要减掉FG OK 它是朝向-Y的 所以是负的 要等于M 你自己在Y轴上的加速度 OK 那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就开始把它写下来了 FS 指的是 K乘上一个位移量 乘上一个位移量 现在是朝下的位移量 它力量会朝上 所以辅克定律啊 你要是记得没有错 应该是负的KX 要这样子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这边会变成正的呢 因为Y是负的 OK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正的 OK 所以我们要是把它 带进去的话 我们最后就会得到一个 KY 减掉 MG 我看看 是不是这样子 对 要等于M D平方 Y DT平方 OK Yep 但是问题是 这个是我们一般的描述方式 假设的我们把原点定在这个地方 Y等于0的时候 假设你完全不动的时候 它也不受任何力量 对不对 假设这个Y等于0 你好像还受到一个 重力加速度一样 所以不行 我们必须把它 有平衡点的位置 把它扣掉 所以这一扣掉之后呢 由平衡点开始 由equilibrium 好 写中文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很简化的 就把它写成为 我看看 负的 KY 等于 M的 D平方 Y DT平方 OK 我会这样子写的原因是这样子 这就好像你在个平面上面来看待它 这个是个墙壁好了 然后加个弹簧 从这边开始 这个叫Y 这个时候就没有重力问题了 因为平衡点的位置 你就是把它重力平衡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要是往这边移动一段距离 移动一个Y 这个叫做0 那这个地方叫做Y 你会收到一个负的 F S 跟你负的 写成像量的话 负的KY 对不对 你会有这样子 所以会负KY 等于 你自己本身 你假设你有个加速度 我假设是朝向正向 你得到负的就是颠倒过来 那我是不是建构出一个equation出来 这个是什么 二阶的 你发觉从牛顿运动定律出发了 几乎都是二阶的 那跟我们讲一阶有什么关系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对不对 不过呢 一阶还是有很简单的equation 可以建构出来 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那这个呢 就是一阶的 好 所以呢 你们啊 现在在学这个 古典力学啊 都在建构这个方程式 你们现在是在教什么 教 纽顿力学吗 理论力学是不是在教 纽顿力学 还是教到Lagrange 纽顿力学嘛 是不是 那就从F等M开始 OK 剩下只是解VM方程而已 所以你只要VM方程学通了 理论力学就通了 OK 好 现在呢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问题 OK 假设我们有一堆放射性的物质 它会一直辐射 跑掉 那最后它就会变出来 假设它原来是100 就经过某一段时间之后 它就变出 A B 它就变成B 有一半变成B 50 50 再经过一段时间 再经过一段时间T 之后呢 我们赫然发现 A的部分不会再变了 B的部分又被切一半 你会变成什么 75 25 你发现这个B的变化率 这边到这边变化50%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对时间所变化的 比如说这边减少了50 比较本来100克 现在减少了50克 这个时间跑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从50克减少到25克 它变化25 所以它的减少的这个程度 跟着它原来 所保留的这个B的量 有关系 B越多 减少了越快 因为隔一个时间 它一定砍掉一半 OK 那请问一下 我们怎么来描述这个 这个的过程呢 它的量跟着时间 有什么关系 OK 好 那么假设是这样子 那么我们呢 就先来看待它一个问题 Radioactive material substance decomposes in a rate 它分解的这个速率 所谓速率 就是单位时间的变化量 跟着什么有关系呢 正比于 the amount present 它当时所存在的 有多少量 有关系 当然我们这边 右边举的这个 是每次都减少一半 它未必要减少一半 它可以减少三分之一 可以减少百分之九十 一个位都可以 所以我们只说 它会跟着它有关系 它当中是形成正比的 这个量的 比率的大小 我们给它一个常数就是了 OK 那这样子呢 就各种比率都可以了 所以我们怎么来 把这个概念数学化呢 第一件事情 我们问一下 什么叫做decompose rate 我们先问这件事情 分解的速率 OK 分解的速率 分解的速率 what is decompose rate 它指的假设 OK if y of t 就代表 the amount of of radioactive substance at time t 在时间等于t时候 它的量 比如说 这个时间 百分之百 一百 这个时间 剩下五十 这个时间 剩下二十五 我不管a 我只管b 我假设是这样子写 那么 decompose rate 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代表 d y 单位 变化一点时间 在某一个 单位时间之内 它的变化量 就d y over dt 就是它的写率 对不对 你要是不知道 你就说 隔了一段时间 比如说 t final 减掉t的initial 是不是等于 y的 在t的final的地方 减掉y在 t的initial的地方 就是delta y overdelta t 所以当你时间 说得很小的时候 就是d y over dt 对不对 所以 这样子一来 有了这个之后 它就告诉我们 第二件事情 这个 要正比于 它当时 所拥有的量 当时所拥有的量 不就是yt的吗 所以 它告诉我们 d y over dt 跟着y 在当时的状态 一定有关系 它呈正比 所以正比的意思 当中可能 呈上某个常数 那我是不是建构出 一个微分方程出来了 所以 我把他解出来 我就知道 我这个量 随着时间 怎么变化 是不是 你就求到了 所以 听起来 没有什么 但是你要想到 decompose rate 可以这样子写 这个就是经验了 所以大家就要 多做题目 你才有经验 记不记得 你们以前 在考大学的时候 在读高中的时候 做很多题目 对不对 没有啊 哇 这么厉害 没有做题目 就可以考高中 考大学考得很好 你们学测的时候 是什么 有很简单吗 还是很难 学测之前 总要念书嘛 对不对 那你们 就会做很多题目 我记得我以前 我们要考大学的时候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甲组的 我们称之为甲组 你们叫第二类组 我们甲组 那个时候 录取率是比较高的 录取率是比较高 高的时候 可以高到多少 你知道吗 百分之二十六的人 可以考得上大学 低的时候呢 可以低到百分之十八 OK 也就是说 一百个里面呢 某一届比较简单 二十六个可以读大学 比较难一点的 那个就十八个 可以读大学 OK 当然也要看看量 报考的量 所以那个时候就在想 尤其我们的高中校长 一天到晚都跟我们说 我们啊 我们高中啊 表现得很好 虽然 表现得很好 怎么又有个虽然呢 虽然第一年都没人考得上 这个还叫表现得很好 他说 但是经过补习之后 第二年就考上了 所以我们说 这还得了啊 所以我们啊 平常呢 就会做 尽量做一些题目 但是也不会特别积极 反正第一年考不上 所以呢 像我那个时候呢 我还没考大串点考之前 我补习班都找好了 你知道吗 我补习班都找好 所以考大串点考的时候 哇 好轻松哦 你知道吗 去考试的时候 真舒服 然后 下课呢 就去看看 别人是怎么样了 哇 那个大热天啊 爸爸妈妈 在服侍那个小孩子 帮他扇扇子啊 拿 冰水给他喝啊 然后呢 这爸爸妈妈就 就觉得很奇怪 怎么有人在那边 鬼混晃来晃去 这看起来就像考生 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 走来走去 没事干 去吃吃创冰 还去跟人家买便当 那不都爸爸妈妈买吗 对不对 反正我们一定考不上嘛 怎么可以爸爸妈妈跟着来呢 我们自己来就好了 所以我们就这样 鬼混鬼混 你知道吗 好 结果我那一年啊 很好玩的是 那年考得太难了 录取率 刚好就是18% 但因为我根本就不会做 我只会猜 你知道吗 那猜的几率是不会变的 你知道吗 好 所以我的分数呢 始终都是一样 不管哪一个模拟考 我分数都不会变 我变化了正负一分之内 你知道吗 结果刚好呢 录取分数调到 我的这个分数以下 也就是你用猜的 就一定有大学念就对了 OK 结果我就莫名其妙考上了 所以这个要念大学 实在是很好玩 OK 所以你只要知道一下技巧 那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 好 有了这个之后 我们就想办法把它解出来 好 现在有个问题 怎么解 开始要来教大家 怎么样来解这个问题 好 我把这个再整理一下 好 假如说呢 我们直接看啊 比如说 这边这种问题 我们现在先讲 一阶的嘛 OK 什么叫做接 你知道吗 我们说first order 什么叫做order order就是这个 方程式里面 微分 微的最高的 那个 叫做接 比如说 这个是只微一次 所以叫一接 假设是两次的 我可不可以这样子写 比如说好了 前面乘下个常数好了 我可不可以写出一个温方程 类似这样 这边有零阶的 零次微分 一次微分 两次微分 这个是几阶温方程 这个叫做二阶温方程 因为你只要看最高了就好 一是呢 有三 有四 有五 有六 有七 有八 有九 随便你设定 它全部都有 那只是说物理系统 云不允许 你弄出这么多而已 数学上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好 所以我们教大家 第一个技巧 有的温方程 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它分开来 打个 简单的 的比方 假设呢 我们有个 dy over dt 这是一阶码 假设它前面乘上一个 并不是常数的 它可能是一个 方程式 它等于呢 某一个东西 我这样子好了 下面呢 我都尽量不用t 我都尽量y跟x OK 先弄成这样子就好 OK 也就是呢 y呢 等于y of x 那右边呢 它可能会等于某一个 函数 跟x有关系的 就好像这边 假设我把t换成x 那左边这个 前面就是一个常数 对不对 右边这个呢 并不是单单一个常数而已 而是一个方程式 这方程式跟着x有关系 所以我几乎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OK 假设 它可以写成这样 而且很幸运的 左边呢 这个前面的这个项呢 是跟y有关系 要这么幸运哦 你不是说它跟x也有关系 那就比较复杂 对不对 但是也还好啦 我们都有办法把它解决掉 OK 那这个时候呢 是否相当于 我们可以这样子写 写成权威分的行为 OK 初看啊 好像在做分数 但呢 操作上面看起来 真的是很像 但principle上面不是 而是我们对它做权威分 OK 对谁做权威分 对x做权威分 这一做了之后呢 右边就跑出dx 左边这个就削掉 变成dx 假设这样一做呢 这有什么好处呢 这一做你一看呢 哎 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这个东西 马上就可以分出来了 画一条线 OK 你们现在两个桌子 并在一起 但是是两个桌子嘛 对不对 我们以前小学的时候 那个桌子 都是一整条长的 你知道吗 然后两个人坐在一起 那有的人呢 就会这样一直靠过来 很讨厌你知道吗 打来打去 最后就在中间画一条线 你知道吗 这边是我的 那边是你的 你过来我就可以打你 你过去他也可以揍你 对不对 就很好玩了 我们这好像可以画一条线 你发现左边只跟谁有关系 只跟Y有关系 右边跟谁有关系 只跟X 这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这一件事情 这一件事情就代表一件事情 只要你能够做成这样子 反正是等号嘛 我可不可以两边同时把它微分 同时把它积分 可以啊 反正是等号啊 两边一起加 一起乘 一起除 一起积分 都一样 我就把它积分 那这样答案是不是就可以把它算出来 看起来就很简单嘛 对不对 所以 但是你这样做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上下线没有加进去 所以你要插一个常数 管它 所有的常数的组合 随便你加在哪边 好 我加在这边好了 意思意思 所以 我们这样子的事实 就可以写成 对不对 它就告诉你 它可以这样分 它所有的观念 只有一个 就是中间的这块 也就是你能够把X跟Y 把它分开来 假设你有办法这样做 那就好办 假设不行 那就要用另外一招 知道吗 假设行 那你只要两边一起积分 再加个常数 事情就解决了 OK 好 我们来看一题立体 OK 有些时候 在你的课本上 你可以发觉 像说 Dy over Dx 有些时候会把它写成 Y 一次方 一个位置 或者是呢 有人会在上面 加一个点 加个点太小了 你自己点一点 那不晓得那点是真的 还是不小心碰到 还是灰尘 还是掉下来的芝麻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习惯性 把它画个圈圈 确认一下 那个是一个点 OK 那你要是两阶呢 就两撇 或者是两个点 OK 那三阶就三撇 对不对 或三个点 四阶就四撇 或者四个点 就看看 有些时候 我们不喜欢 这样子写下 这样子写下 好像很麻烦 你总是可以简化一下 对不对 那这样子写呢 就看起来 起码比较顺眼一点 OK 好 假设是这样子的时候 那你怎么做 这一看呢 你就知道啊 这边只跟Y有关系 这边只跟X有关系 我就把它平移一下 好 照样保留 但不要忘了 这个是微分的 所以我把它展开来写 对不对 然后我对它 对X 微分 是不是 好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就对它 全部微分 再加一个常数 就好了 OK 那这个会不会 9就提出来了 Y的一次方积分 就变成2分之1 Y平方 负4就提出来 X就变成2分之1 X平方 再加上C 所以这边呢 大家都2 通通乘以2 乘以2也可以 就变成2C 2C也叫做C 叫做一个常数 反正一定是常数 等于多少还不知道 乘以2也是常数 乘以3也是常数 对不对 大家都一样 所以是不是 我就可以整理一下 我通通 它就变成9Y平方 加上4X平方 等于2C 好了 通通除以4 再乘以9 通通除以36 是不是会变成Y平方 除以4 4叫2平方 再加上X平方 除以9 9叫3平方 36 叫做某个常数 叫D OK 因为你要除以36 对不对 36分之2 C叫做D 好了 反正也是常数 OK 或叫做D平方 随便 OK 因为这个方式 我们看起来熟悉多了 这是什么方式 椭圆方 认识 对不对 所以 我们就把它解出来了 Y跟X的关系 就解决了 right 很棒的一件事情 好 再举一个例子 这些例子呢 都是你们课本的例子 OK 我尽量 不用到你们课本以外的材料 我就尽量不要用到课本以外的材料 这样你们读一本大概就够了 假设不信呢 我确实用到课本上没有的 那你就看一看 OK 或者是其他的数学里面 也有蛮不错的材料啊 对不对 好 所以让大家呢 假设有那种状况 你就把那眼目拓展一下 好 这个呢 我们这样子写的 紧接着怎么办 干脆 通通把他写开来 那我可不可以同时做 把他 好像把这个移过来 我可不可以这样子写 我说这个操作很像分数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这样写完之后呢 你发觉左边 这跟Y有关系 右边只跟X有关系 那在这种状况下面 我们就等号两边 各积分 再加上一个常数就好 那这个一下子就结束了 这个会等于什么 Arctangent Y 这个会等于X 再加上某个常数C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一来就代表Y呢 会等于Tangent X加上C 是不是 你把Y解出来了 Y跟X的函数 你就把它解出来 可以这样子做 就变得非常的简单 OK 好 再来一个 Example 刚刚最前面的那个 Y Y DX K 所以呢 操作一下 Dy over Y 给KX 是不是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你一看 当你这样操作完之后的目的是 要把Y通通塞在左边 X通通塞在右边 有没有成功 有 成功了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就把两边同时积分之后 再加上一个常数 那这个积分很容易嘛 logY 等于说 K KDX 是不是你K乘上X 再加上C 对不对 那紧接着 两边同时做Exponential 那这个是不是等于Y Exponential KX 乘上Exponential C Exponential C 写在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等于某一个常数 我们算完了 对不对 非常简单 所以假设是减少的 我的变化的比喻 单位时间 它的变化量 像我这边举的例子 这是减少的 这个减少的 单位时间的变化量 一定是负的 跟你在这个时刻的量 这个时候量 一定要是正的 你不可能 周雄在这个时候几公斤 虽然说体重一直变化 对不对 不可能变成负的 我永远都是正的 所以要负的只有它 所以这个负的就代表它是减少 所以当K是负的 你得到一个 它是跟着Exponential 负的一个数值的变化 对不对 那这个是我们就晓得 这个东西的Decay 是Exponential的减少 那减少速度是很快的 是很快的 现在的麻烦是 假设这个是正确的的话 目前看起来 其实也是蛮正确的 在某个时间范围之内 就代表说 一个放射性物质 假设它半摔期 很短 那我们根本就不要 不要怕它 怕的是半摔期 很长的东西怎么办 像我们做很多身体检查 你都需要打放射性物质 打进去之后呢 放射性物质呢 就会在你体内 那你要是某一个细胞啊 对它 对这种东西吸收量很大 那我们把放射性物质 比较多了 就代表比较亮 影像上比较亮 你就可以看得到 这个东西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你要检测癌症 你要检测什么 你常常的问题是 你根本就看不到它 看不到它 你怎么知道它是什么 比如说超音波打进去 超音波管呢 是这个东西的密度 跟传声音的这个特性 假设一个是癌症细胞 一个正常细胞 对超音波看起来 通通都一样的时候 你分辨得出来吗 分辨不出来 所以呢 很多东西影像上面 我们都需要 所以你都需要打 打这个东西 OK 好 那这个看起来很简单 对不对 这看起来很简单 假如说 我们可以这样子做 那事情就好办多了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 有的东西可能不是这么简单 它有稍微复杂 一点点 一点点而已 那我们就可以用 稍微一点点的技巧 就可以把它给解决掉 OK 直接打个比方 也就是说 有的东西不是这么直觉的 你随随便便便就可以分开成两边 那假设这么直觉 那很幸运 假设不是这么直觉的 我们第一步可以先试试看 能不能把它分开 用一点技巧 好 打个比方 比如说呢 我们有个y plan 它等于g 它是一个函数 什么函数呢 y除以x的函数 也就是说 我们要求的是y 等于y of x 它等于什么东西 这个是我们的问题 对不对 它告诉你 最后得出来 equation是这样 y plan divine over dx 等于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既不是y的函数 也不是x的函数而已 它是y除以x的函数 OK 那这时候怎么办 它的建议是讲 用变数变换法 变数变换法 我们就假设 我们让u的这个东西 y除以x叫做u OK 当然 从另外眼光来看的话 你就代表 y就等于u乘上x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假设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对 这个函数 对x做一次方微分 那是不是底y 也就是说 这样子 我们现在对着他做 一次方微分 就像d over dx 对谁做呢 对这个方程师做 这一做呢 你左右两端 都要做同样的事情 对不对 好像刚刚前面的积分一样 这个积分我也可以说 我是对着他一起积分 对不对 好 好 这样子一做呢 左边呢 就等于divine over dx 右边会等于什么东西 右边会等于什么东西 u x的 u是x的函数 对不对 u是x的函数 x本来就是x的函数 所以相当于 你来积这两个人 这两个都是x的函数 那 这就是最简单 第一个 u不动 gx dx dx就等于1了 再加上x不动 g mu 不是gu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写出 这样子一个式子 好 到了这个地方之后 我们看看能不能把它分开来一下 OK 能不能把它分开来一下 那 各位看一下 du over dx 是什么东西 我们稍微把它整理一下好了 我在这边操一下 它会等于 这边是uplan x 再加上x OK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 那么 uplan x 等于什么东西 也就是这个东西会等于什么东西 因为u是这样子 u是这个样子 那么 我看看 我们把它做一下 因为呢 y 这个是yplan yplan呢 又会等于 从这个地方 告诉我们 它会等于g 的u 对不对 因为 u等于y over x g的u 它是不是会等于这样 等于说这两个要相等 是不是 好 这两个要相等的话 那你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相当于 你可以进化一点 就写出 uplan x 再加上x 等于gu 这一看呢 好像简单一点 因为只剩下u跟x 那么 我可不可以更进一步 把写du dx 乘上x 加上x 等于gu 对不对 我能不能来做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 我要怎么做呢 抱歉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u 抱歉 我超错了 难怪我 怎么跟我笔记不一样 这个是u 从刚刚下面这行超过来超错了 那我可不可以做个整理 du dx 乘上x 等于gu 减掉u 然后 我把u放在一起 x 放在一起 诶 我是不是把它分开来了 经过这个步骤 这一看 左边是u 右边是x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开始 七万分之后加个长数 对不对 最后做完了 假设u u把它带回来 你就得到了 y 从这边可以得到u跟x的函数 但是u是等于y处于x 对不对 最后你可以得到y是等于 本来的那一大串的 再乘上x就是 答案就可以算出来 也就是说 你把它一个好像不是的变成是 那就好办了 ok 好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双一婷立体给大家看 从这边开始 两倍的xy y的一次方位分 等于 y平方减x平方 好 这个试试我怎么做呢 第一件事情 我想把这边稍微整理一下 它会等于y平方 就等于y平方减掉x平方 除以两倍的xy 对不对 整理一下 它会等于2x分之y 减掉2y分之x 比如这个除以第一项 y跟y杀掉了 所以2x分之y 减掉第二项呢 x跟x杀掉一个 叫2y分之x 它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这一看起来 就类似于最左边这个 y' 然后右边是什么 是某一个函数 是y跟x组合成起来的函数 你说这边是x除以y 这边是y除以x 所以到底你要取谁 无所谓都可以 我们先让 就取y除以y除以x 就跟左边一样 或者y呢 意思呢 就等于u乘上x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可以把它 v分 对xv分 y' 就等于u 再加上x u'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从这个地方v分下来 到这个地方 就相当于我这个地方 v分下来 到这个地方 到这个地方 完全一样 然后 这个 等于它 因为有题目告诉我们 这个 要等于 2 y over x y over x就是u 减掉 抱歉 这个2 是1分之1 2分之1 减掉 2u分之1 是不是 整理一下 2u分之 u平方 减掉 1 我看看 OK 所以这样一来 就代表着说 我们可以把这两 这一边呢 整理出来 这一边就等于 u加上xu 一次方位分 会等于 2u分之 u平方减一 所以干脆 我们把这个ut过去 xu 减掉u 2u u平方 减掉 2 u减3吧 是不是 我看看 没有错吧 我又没有算错 这是减掉u 减掉u 2u 分之2u平方 所以等于负的 u平方减一 OK 然后我们把这个式子呢 整个 把它展开来 我们就可以发现 它本身变成u跟x的函数了 就变成x du dx 等于负的 u平方减一 加一 分之2u 所以会变成 所以会变成为 2u 这个常数c就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左边这个积分很快 对不对 因为呢 我们把这u摆进去 变成u平方 u平方一积分完之后 u平方积分会变成2 你看u平方 底u 会变成为2u 底u 那就是它嘛 所以摆进去就是怎么样 底u平方 下面是u平方加一 等于负的 long x 再加上一个常数c 对不对 那这个呢 你后面再变数变换 再加一也无妨啊 因为 1的微分等于0啊 所以这样一来 这边就变成long的 u平方加一 等于负的longx 再加上c OK 当然要记住 我这x绝对不能够小于0哦 所以最好把它加个绝对值 预防万一 因为long呢 它没有小于0的 OK 好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很简单的 等号两边 同时取exponential 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 左边就变成u平方加一 右边呢 就变成为 exponential负的long 绝对是x 乘上exponential c 对不对 那这个会变成什么东西 这个负的 一摆进来 变成long的x分之一 所以会变成 exponential c 乘上 绝对是x分之一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边就得到了 u平方 加一 可以等于这样子 好 我们再整理一下 u平方加一 我把它想成 那个exponential c 想成另外一个常数 等于一个constant 那么你u平方加一 等于一个constant d 现在绝对是x分之一 对不对 反正x一定要大于等于零嘛 假设是这样子 我绝对就先把它去掉 那么 u平方会等于x分之一 减掉一 u等于什么 y除以x 所以呢 它就等于y除以x的平方 等于一个常数 x分之一个常数 减掉一 y平方 等于x平方乘过去 dx减掉x平方 所以就变成为 x平方 再加上y平方 等于dx OK 或者是你喜欢的话 就维持到这边 你喜欢是y of x 就等于后面这整个的 还更好 也可以 解决了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把它解出来 所以相当于说 你这个变 你把它分开来成两边的 这件事情 假设你可以把它完成掉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那么它就可以带给你 很棒的 一个解决的方式 OK 让你可以把它算出来 我们现在有个桶子 桶子里面呢 我们装了一些水 200公升好了 然后呢 我们这边有个洞 可以让它流出去 但这边呢 也有一个水管 水会一直流进来 OK 我们假设在一开始的时候 在某一个瞬间 某一个瞬间 叫做开始 OK 定义那个开始 initial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里面啊 有200公升的水 再加上 40公斤的 盐巴 OK 40公斤的盐巴 有没有写太多啊 40克好了 40公斤好像 说不定根本就融不掉 融不了那么多 OK OK 40克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流进去了 in input 哦 这是盐酸 sodium chloride sodium chloride 说起来自然界很好玩 对不对 绿呢 毒的要命 sodium也很毒 那两个加起来呢 变得不可或缺 哦 所以真的是非常奇特的一件事情 好 它每分钟 input 每分钟呢 5公升 这里面呢 融着有10克的盐巴 也就是本来里面呢 200公升里面融了40克 然后外面一个水流进去 每分钟流5公升 但是这个水啊 没那么咸 它比较淡一点 它里面是融了10克的 绿磅 所以你一直进去 它就会怎么样 一直的变淡 对不对 同时间呢 output 它也一样 每分钟流5公升 OK 但是这个时候流出去的 到底有多少盐巴 我怎么知道 这个时候的盐巴就 depend从里面是多少 对不对 它就这样流出去 好 这个有没有问题 好 我们怎么来描述它 描述 这里面 对 你要做这个假设 做这个假设 反正 不管它实际上可不可能 反正只是练习练习数学 好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面呢 我们就想要了解一下 这个桶子里面的 盐 咸度如何变化 咸度如何变化 当然你知道 它一开始是 有40克的盐巴 比较咸 之后你 灌进去一个比较不咸的 然后一直流掉 所以最后最后 平衡的状态 因为进去跟出来的流量一样 所以最后稳定下来了 一直到最后最后最后 最后最后最后 这里面呢 会变成一个浓度 某一个浓度 对不对 OK 这个是比较咸还是比较不咸 这好像比较咸 对不对 5公升里头有10克 这200公升才40克 所以这好像比较咸 对不对 最后它会变成比较咸的那个 也就是假设一开始浓度是这样 然后随着时间的改变的时候 它要开始上升 上升到最后呢 时间很长很长的时候 它就平衡了 OK 一定是这样的 只是说它怎么平衡 它怎么平衡 你看这个浓度多少 这个浓度是40 除以200 五分之一 20%的浓度 这个值得啊 10除以5 2的浓度 一个是2 一个是0.2 所以呢 你要是来画的话 假设这个是时间 第一 一开始的浓度是0.2 后来的浓度是2 这边是浓度 那么 当你时间很长很长的时候 它一定是到这边 现在问题是它怎么上去 它是这个样子平 还是 这样子平 还是 这样子平 中间我可以画N条线啊 对不对 我各种状况都有 到底是怎么样 我想要了解一下 好 那这个事怎么办呢 你说浓度 也可以 你说这里面拥有的 盐霸量 也可以 因为我们探讨是200公升的容积 对不对 你不管这边盐霸除以200公升 就变成浓度了 那 我把它想象成 盐霸的量 也可以 NACEL的量 也可以 对不对 好 它怎么变化 OK 所以基本上 我们先做几个 做一个简单的假设 Y of T 在时间为T时候 里面的烟巴的量 所以很明显的 Y在T等于0的时候 一定是等于40克 对不对 因为 尹尼熊告诉我们 它是这样子 那进去的呢 是每分钟 5公升 然后呢 有10克的量 进去有每分钟10克的量 所以呢 也就是说 它的变化量 假设一个东西 你本来有40块 现在一分钟之内 人家丢给你10块钱 请问你的变化量 是多少 当然就10块钱 我一分钟之内 增加了10块嘛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到外面去吃饭 又 又每分钟 又花掉一点了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 这个变化的量 所以 这个时候呢 我就把它 定义成怎么样 Dy y over dt the change of salt per second per minute 每分钟 它的改变量 有多少 其实我管的是 它的改变量 所以单位时间 它变化了多少 对不对 那很明显的一件事情 对于一个桶子 它的变化量是什么 反正你进去跟出来一样 所以进去的 每分钟增加多少 10 出去的当然是减啊 每分钟减掉多少 就看当时的 浓度是多少 浓度乘上 公升数 就是它的盐巴量 那浓度是什么 浓度是当时的 盐的量 除以200公升 这是它的浓度 在乘上 五公升 是不是这是它流出去的 是不是 所以这样一来 你是不是建构到 一个equation Dy over dt 定义10 减掉0.025Y 是不是0.025 对嘛 0.025Y 那这一看就 很棒啊 我们只要经过一个 简单的程序啊 就可以把Y跟T啊 把它分开来 分开成两边 都操了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一看啊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 把Y放在这边 反正这边 整个都叫做有Y 我把它踢过去 我可以把 左边 是Y的函数 右边是T的函数 我就可以把它分开来 一旦分开来之后呢 我就可以把左右两边 同时微分 同时积分 把常数 加在这边 好了 对不对 那这个就很容易了 这个就会变成什么东西 负的0.025分之一 Log 10减掉0.025 Y 等于T 再加上C OK 随便 所以它会变成Log的 10减掉0.025Y 等于负的0.025T 再加上某个常数 叫做C 叫做C1好了 C1就等于 负的0.025C OK 反正也是常数嘛 常数乘上某个常数 还是常数啊 管它了 就叫做一个常数 这样一来 我两边同时去Exponential 所以左边呢 就变成10减掉0.025Y 右边就会变成Exponential 负的0.025T 称上Exponential C1 我把这个叫做D 叫做C2 C2就等于Exponential C1 OK 反正是常数嘛 无所谓 所以整理一下 Y会等于什么东西 Y会等于10 0.025 分之一 10减掉C2 Exponential 负的0.025T 是不是Y跟T的函数 我求出来了 现在只有C2 不能决定而已 但是因为 Y在时间等于0的时候 等于40克 时间等于0 带进去 0 就变成1嘛 Exponential 1 是不是变成为 0.025分之一 10减掉C2 C2是不是可以算出来 C2等于多少 0.025 乘过去 乘上40 等于多少 0.1嘛 是不是 0.1 0.1 变成10减0.1 这么小吗 我又没有算错 好 不管他了 大概等于9.9 假设我算算算算对 OK 有没有算错 你们自己检查一下 OK 所以呢 这样一带进来 是不是我们最后面的Y 就决定了 0.025分之一 是等于多少 多少 减一是吧 10减一 是1 这边是1 是吧 OK 那就19 好 那这个导数会等多 40嘛 对不对 40乘上 10减掉Exponential 负的0.025 T 就是了 它随着时间变化量 就是这样 哦不 这边是9 OK 这样子一来呢 我们就发觉一件事情 当然你可以把它乘开来 它变成400 对不对 减掉360 Exponential负的0.025 T 所以最后面会变成什么 当时间等于很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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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 它变成什么 我用没有算错 有啊 没有算错 时间等于很长很长的时候 是不是代表这个分母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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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变成0 0就变成1 是吗 不对啊 因为Exponential负什么常数乘上T 是不是等于ExponentialAT分之1 所以T很大很大就代表这个很大很大很大 分母很大很大 它等于0 趋近于0 后面就趋近于0了 所以呢 最后面它会变成400 所以从一开始的40 最后会变成400 而且这种Exponential的方式增加 是这样子的 答案是这条线 OK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将它解除了 有没有问题 好 没有问题 我要继续下去了 所以目前为止我们举了几个例子 怎么建构这个equation 一旦建构完之后 我们教了一个大家最简单的一个技巧 怎么把它解出来 就是把Y跟X分开来 你把两个变数跟因变数分开才等号两边 然后一起积分答案就跑出来了 对不对 纵使不是想办法把它变变变变成4 那也可以 OK 那么有的就没有这么简单 有的呢 它会有一种状况 但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交起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来教下一种形式 这是你的1.4节 Exact Differential Equations OK 我们来讲一个 有一种微分方程呢 我们称之为Exact的微分方程 假设是这种Exact的 它的解形式就比较容易解得到 所以呢 从我们这个判断的过程当中 一开始你先看看能不能把Y跟X两边分开来 假设不行 你就赶快检验一下 它是不是正为Exact的 假设是 那你就用Exact的方式把它解了 假设不是 那还要用下一个方式来讲 OK 好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讲 在讲Exact之前呢 我们呢 来讲几件事情 然后让大家有几个认识 第一件事情先看看 假设呢 有个函数 它本身呢 里面的变数有两个 一个是X 一个是Y OK 它呢 本身是连续的 它含有连续的 Continuous Partial Derivatives 它有连续的偏寒导数 OK 部分寒导数 也就是说我可以对着X微分 或对着Y微分 都可以 它你都可以解得到 它都可以微分 不会变成无法微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根据微积分啊 你对它做个全微分 它会等于什么 它会等于 你先对X 偏微分之后呢 再乘上DX 再加上 你对Y偏微分之后 再对Y 怎么样 乘上一个DY OK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看起来好像不太了解 你把它假想 U 代表的是我们的财山 XY就是横坐标 假设你在财山上面 高度有一个变化 记住啊 这个有个变化 当然你不能跳起来 你要沿着地形走 结果发觉呢 后来比前面高了一点 这高一点的变化 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有个 有个山 你从侧面看呢 比如说是这样子 你从这边走到这边 那是代表你的X呢 有一段 范围 对不对 但是同样的 我在Y这个方向 也有一段范围啊 那 我这个高度差 是不是等于我这段范围 乘上我的邪律 以及我这一边 Y方向 乘上Y这边的邪律 两个相夹 对不对 我们有恢复我们原先讲的那个 那个ID而已 上次讲的那个ID 所以你要是上数学 你会发觉你学一个技巧 什么地方都用得到 OK 真的是一招走天下 要不走天下都很难 所以大家要很有信心 所以你的邪律乘上你 X方向的走动的变化的幅度 跟Y方向邪律乘上 Y方向的变化幅度 就是你的高度差了 这个根本就没有什么 这直觉而已啊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啊 来看一件事情 假设 你看都是IF 你看看 假设我们XY啊 它是等于一个Constant 一个常数 好像你在个台地上面一样 好像我们学校后面 上面不是有一块 你看上去在你们宿舍上面 那边有几栋建筑物 对不对 那边就是靶场 靶场 我们以前啊 我以前当兵的时候 要去外岛之前就在这边 然后他看我们成天没事干 也叫我们去打靶一下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打靶 有的时候你们宿舍区 都听得到蹦蹦蹦的声音 就上面有人在打靶 我们很喜欢那块地啊 很希望那块地可以变中山大学的 我听说断层穿过它 所以意思就是以后大地震的话 可能那块地呢 就会高度差不一样 好 假设它是个常数 那你对它做权威分呢 你在个台地上走来走去 我会有高度差吗 不会啊 所以这样子的意思的话 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DU 永远等一点 那是不是代表后面这个会等一点 你在横坐标上面走了一段 我这样走了一段 我有没有走一段 有啊 我从旁边走一段 有没有走一段 有啊 会等于0吗 当然不会等于0 但是加起来却要等于0 我可不可以x乱走一通 我这边要走短 走长 我的高度都没有变化 我可不可以往旁边走 走短一点 走长一点 都可以啊 高度都不会变化 所以dx dey是完全independent的 完全独立的 你要等于0 你怎么等于0 怎么等于0 我看看啊 我们把它 我看看怎么弄 记住 我把这个写 写清楚一点 u的xy partial x ok 我现在呢 来做一件事情 我把这个 叫做三条杠的 叫做定义 就是我规定的 它叫做m xy 这个 叫做nxy 是不是 好 我这样子做 然后呢 我看看 我看看 我将m partial m 我将m呢 因为本来 这个呢 只是u对x的偏微分 假设我对m啊 对它做y的偏微分 假设我这样子 假设我这样子做 它是不是相当于我将u啊 刚开始只对x 现在又多增加一个对y 我可不可以写成这样 对不对 right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将n呢 对x做偏微分 n本来的意思是对uxy啊 对y做偏微分 对不对 现在我再对x再多做一个偏微分 你这一看 发觉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右边这两个根本就一样 是不是 等号可以写在这边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代表一件事情 我可以写成 它一定会一样嘛 按照我目前这个状况来看 是不是 我看看 那么 假设 可以这个样子 那么 假设这两个要 你看看 因为这个等于0 这个事实是永远成立的 对不对 永远成立的 那我把它叫做m 我把它叫做n 那这两个的 有个很重要的一个 现象就是 前面这一项 本来是对x 偏微分 我再对y偏微分 后面这一项 再对x偏微分 两个最后得到形式是一样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事情 假设是这样子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 是等于这样子 这个 OK 是否我就可以把它写成 这个样子呢 因为啊 m m是等于这样 假设是这样子的话呢 我的u呢 xy 是不是可以m xy 对 x积分 再加上某个长数就好 或者是我从这个地方开始 他也可以告诉我 u xy 我先写在这边 待会我再把它超上去 也可以写成为 对n 对y 积分 再加上某个长数 叫做l 好了 这个叫做k 但问题是 这个只对x 积分 所以后面的长数呢 它未必是代表真正指这个长数 只要跟x没关系就好了 所以它也有可能是y的函数 对不对 这个呢 只对y积分 后面呢 多出来的长数 可以是真正的长数 或者只是x的函数 都可以啊 反正对我而言 我只是在处理y 我又不处理x x对我看起来 就是长数 那么假设是这样子的话 就代表一件事情 我可以知道u是什么 u是什么 u是一个函数 它是连续的 它要等于一个长数 好 这是什么意思 讲到现在 听都听不懂 写了一大堆 到底是在讲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是这样子 假设有一个函数 有个微分方程 你可以写成这样 先前我们不是要 你把x跟y放在等号的两边吗 对不对 但假设你根本就分都分不开来 那干脆把它塞在一边好了 假设塞在一边 它可以写成这种形式 一个是dx的 一个是dy dx前面也不是单纯的x而已 它是一个xy的函数 dy前面也不是个单纯的y的函数而已 它是个x跟y的函数 当然这个也包含单纯是y的函数 但重点是这两个加价要等于你 假设有这种微分方程 而且 partialm partialy 要等于partialn partialx 它不只是有这个形式 因为所有我都可以把它切成这种形式 但是在这个同时 假设这两个前面的系数 应该说这两个函数 拥有这个特性 x前面的这个对y微分 y前面的这个对x微分 假设有这种形式 这种呢我们就称之为exact differential equation 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一件事情 它的解呢 我们平常解这个是要解除y跟x y of x 是等于什么的 y是等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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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y of x的意思 对不对 但是我们常常解到后来 我们会把两个函数 拼一拼 像我们刚刚拼出个泡物线的 蛮椭圆形的 的那个equation 对不对 我可以把 比如说好了 y等于ax平方 再加上b 假设是这样子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通通 丢过来 就变成y 减掉ax平方 减掉b等于0 我可以写成这种函数 那么 这个函数 就是我们 类似这样子写的函数 它呢 会等于一个常数 而且前面这个呢 是可以由m跟n来做决定的 它应该是m对x 积分 再加上某一个y的函数 或者 n对y积分 再加上某一个x的函数 我们的解 就可以这样子把它解出来 好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一体立体 好不好 这一体立体呢 我们快速地把它看完 那我们呢 今天就可以下课 这个部分的作业 下一次再给你们 OK 我们来看一体 OK 假设有一个函数 你经过整理之后呢 它可以变成这样 假设它可以写成这样 你文方程经过整理之后呢 得到这样子 OK 这个意思是说 你可能刚开始拿到的是 dy over the x 会等于负的x 三次方 再加上3xy平方 除以3x平方 y再加上y三次方 你可能拿到一个文方程 是这样子的文方程 然后呢 我们把它整理成 这个样子的形式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没办法整理成 一边是y 一边是x 我不晓得怎么分开了 OK 太难了 但是起码 我可以先整理成 这样子的形式看看 然后我开始判断了 step one let mxy 就定义成 前面的这个 x三次方 加上3xy平方 n的xy 定义成 后面的 y前面这个 3x平方 y 再加上y的三次方 然后呢 我就试试看 它是不是exact OK partial m partial y x三次方 对y微分等于0 平微分等于0 3xy平方 这边有y了 对y平微分 会变成 3266xy partial n partial x 这个 对x平微分 这边有x 所以326 6 变成xy 后面y 对x平微分 等于0 所以呢 两个一样吗 一样 equation one 它是一个exact differential equation 就代表 我们可以 step two a solution u x y 等于constant 它的解 可以写成这种形式 u x y 等于constant u x y 等于什么东西 u x y 有两种 写法 一个是可以这样算 一个是这样算 好 我们先从第一个算算看 第一个是把m 对y积分 再加上kx 先对x积分 再加上ky y的一个函数 ky是什么 不知道 所以m在这边 对x积分 所以第一项会得到什么 四分之一 x四次方 第二项 3y平方 对它看起来相当于常数 只有一个x要积分 会变成二分之x平方 就变成二分之三 x平方 y平方 再加上ky ky ky是什么 还不知道 对不对 或者 你把它 对n 对y积分 再加上l的x函数 这个对y积分 这边有个y 会得到二分之三 x平方 不动 y一次方 我用积分完 变y平方 再加上这个 四分之一 y的四次方 再加上l的x ok 所以这个时候 你得到的是什么东西 这两个一比对 这两个一样 这边有个y的函数 这边有个这个 这边有个x的函数 这边有个这个 那我是不是可以很直觉的 就是说 它就是它 它就是它 那是不是这两个四次 因为都要等于它嘛 形式不可能不一样嘛 对不对 那这样一来是否 我就可以决定了呢 这样一来是否 就可以决定我的 u xy 就可以写成为 二分之三 四分之一 x四次方 再加上 四分之一 y的四次方 再加上 二分之三的 x平方 y平方 对不对 u 我就可以这样写出来 但那舌头群 一定要什么形式 u等于什么 某一个常数 这个就是它的解 y跟x有什么关系 你这个方式解完 y跟x的关系就出来了 对不对 只是还有个constant 你没办法解 只要有边界条件来解 好像先前的有一题呢 我们说时间等于零的时候 有四十颗的岩巴一样 时间等于零 就是边界 因为它是在时间轴上面的最左端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状况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写出 它的解的形式就是这样 只是你说 这个解的形式 跟我们想象当中 y要等于什么东西 不太一样 对不对 不太一样又怎么样 它只是形式上不一样而已 它可以解出来 假设你觉得这个比较虚用 对你有点比较好 那你就直接解这个 把它解成你要的形式 解成某一个函数的 跟x有关系的函数 就可以了 对不对 OK 所以透过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可以这样子做 了解吗 所以它的来源是什么 来源只是一开始 很幸运的是说 我们来假想有一个东西 有个函数 它等于一个常数 你管理善君 最后你的结 我大概都可以写成类似这样子 要么等于零 要么等于一个常数 都可以 只是说这个形式 但是假如说 它的这些偏微分的本身 它偏微分的这个本身呢 都是可以偏微分 而且是连续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写出一个偏微分方程 一个微分方程 类似这样子 就好像我们看到有个微分方程是这样 所以只要它前面的系数 能够吻合这两个要求 那这两个要求根本就不用看嘛 这个是对X微分 这是对Y微分 假设我不只是对X 我也对Y 不只是对Y 也对X 那两个根本就一样的东西 假设 它这两个前面的像 有这个关系 那么就代表着说 我会有 它等于Constant的 这个是对的 因为它的来源是从这边来的 假设我有个方程是等于Constant 我对它做个微分 它当然等于0 Constant等于0 那右边就可以得出这一项 所以说 意思是说 我要是能够拼到一个方程式 是这个样子的 同时让这里面的互相微分之后 有这样子的 那么我就可以说 有个解释这个 对不对 因为有这个 一定会得到这两个结果 所以假设你有个方程式 再加上它有这个条件 那就代表 它可以形成这种形式 只是回推而已 所以这个很幸运 所以你要是下一次呢 一个一阶的微分方程 XY分不开来 就试试看 你把它拼成这种形态 它有没有这个特色 有的话 那它的解一定是这种形态 那它是什么呢 那就来解啊 解出来之后 把这个拼一拼 那么就相当于 你得到U的形式 让它等于一个Constant 就好了 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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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